你们要干什么? 把你身上的东西浇出来。 但不浇可以吗? 不行,全部浇出来,不然就嘎了你,走吧,带你去实验室。 这是烂尾楼,我好像记得晕以后就什么也记不清了,有个门,拆了我就能出去了。 这楼下还有人看守,看来走楼梯这条路是行不通了。 诶,这人怎么这么像小坤? 他怎么加入反派组织了,不对,他不是给嘎了吗? 从这好像可以下去,下面有水,太好了。 趁没人发现,赶紧跑。 老大不好了,楼上的小妹妹跑了。 跑哪去了?快追,一个小孩都看不住。 不好,先躲起来。 他没看到我们吗? 我去,怎么有一群人,吓我一天。 我爹妈,我这是见鬼了吧,怎么这么多小坤? 前面有一个熟悉的下水道,别让我再遇见他们了。 诶,有条通道,我运气没有这么差吧,又有不好的事让我碰上。 嗯? 天花板,这是啥地方? 这,这么多小坤,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实验? 这个人是……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他在提炼东西,这个应该就是他们口中的实验室和博士了吧。 他们到底在研究什么? 下面还在检验动作,难道是机器人? 有一条去下面的通道,姐姐会不会救在里面? 他走了,天助我也。 刚好趁他不在我下去一趟,看看能不能把姐姐救出来。 三个小坤,这是什么实验竟然这么厉害? 姐姐,姐姐,我来救你了,这么多机器人。 醒醒啊,姐姐,姐姐,不会一惊。 你这臭小子,我就睡个觉,你就以为我被嘎了? 这是什么情况啊,姐姐? 你估计也看到了,博士他在做实验,什么实验? 他企图把男生全部变成女生,然后复制一批机器人争霸天下。 那姐姐,你为什么不逃跑呢?还要为他做事? 没用的,他在我身上装了,GPS。 况且,我对他的感觉早已超过了下属与上司的关系。 没错,我喜欢上了他。 不会吧,他一个老头子,你一个妙龄少女,你怎么会喜欢他? 他大,还有经验十足,令我十分着迷。 快躲起来,弟弟,有人下来了。 小安然,你考虑好没有? 博士,我有一个最后的请求,只要你答应我,我就当做你的试验品。 什么要求,我一定答应。 就是,你能不能放我弟弟一马,我就这一个弟弟,我希望他能好好的活下去。 姐姐姐。 好,我答应你,我就放他一马,但是他以后不能再太美式出现了,我不想见到他。 好,这件事就由你转告给他吧,我跟你走。 徐坤大军,用到你们的时候到了,全力抓捕小安,别让他活着走出太美式。 是,主人。 这个博士,怎么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我一定要把姐姐救出来。 不是走了,我得趁这些机器人没有复苏之前逃跑,顺便搞清楚他们做什么实验。 我看到了,先躲起来。 安然呀,有了你的基因,我就可以复活霸王龙了,这时候这小小太美式,根本挡不住我。 博士,别忘了你答应我的。 放心吧,吃了这煤蛋,我就可以提取基因了。 博士,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对我有过感觉吗? 女人,呵呵,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 博士走了,去哪里了,基因提取成功了。 安然啊,谢谢你帮我完成造神计划,没有你我还真一定能成功,至于我们两个,不可能的。 这渣男竟然还看不上我姐姐。 姐姐,你怎么样了,他对你做了什么? 你来了,小安,我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任务,什么任务,我的任务不是就你出去吗? 不,博士的造神计划马上成功了,这实验室下方早已被我埋了51488斤TNT,一旦让他得逞,那么太美式将成为人间地狱。 你现在就去引爆TNT,至于我,小安,咱们下辈子再见吧。 姐姐,不,我不要丢下你。 听话小安,要以大局为重。 什么声音,博士在下面搞什么? 啥呀,突然就没了。 恐龙架,下面这是,真正的恐龙。 小子,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啊,你身上的基因同样我也会得到的,跑吧。 这博士竟然妄想复制恐龙,我肯定不能让他得逞,为了太美式的和平,拼啦。 看来就是这里了,这么多足以让整个实验室爆炸,可是我怎么…… 你就是小安吧,你一路上的行程我都看在眼里,表现非常的好,所以我决定替你去引爆这个听。 不要吧,大叔,我们素不相识,诶。 不,其实我是你姐姐的前男友,既然她已经不在了,那我这个太美第一深情活着有什么意义呢? 我走了,你找地方躲起来吧。 这是前姐夫啊,我不会忘记你的。 小屁孩,你以为这样就能打败我吗? 这些打不倒我的只会让我变得更强大。 以雷霆击碎黑暗,我要杜姐。 她肯定没有成功,我还是先跑了,被雷劈这么久肯定活不成了。 姐姐,你就放心的去吧,我给你带了你最爱的玩具,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太姐姐第二季三 姐姐,你不是嘎了吗? 臭小子,谁告诉你的? 啊,我看你一动不动的,不是嘎了吗? 胡说,你看到我没呼吸了? 没有啊,那你说个屁,跟我来。 干什么呀,咱们在这不挺安全的。 别废话了,跟我来。 要换光力。 帮我弟弟做个装弹手术。 那你装多少的? 弟弟,你先挑一个。 这样是还挺多,看看哪个好,先拿两个弹。 我就要最后这个吧,还挺大的。 我选好了老板。 行,你先躺到床上马上开始。 嗯,应该不会痛吧,给我多来点麻醉剂。 杨大军,你要找到安然跟小安,不然我们的计划就会泄露出去。 不仅好好找找。 姐姐我成功了,我便回了弟弟。 你在干什么呀,姐姐? 嘘,别说话,外面有人。 谁,是不是小黑子大军? 你猜对了,别说话,别让他们听到了。 快跑姐姐,跟你上次合作的局长复活了。 这有按钮,按下就能出去了。 咱们先在这藏一会,等他们走了咱们再出去。 他们不见了,快来,咱们直接开飞机走。 姐姐,话说咱们俩谁会开飞机呀? 你不会吗?我会打的飞机,不会开飞机。 死马当活马医,让我试试。 我去,我不会开呀。 让我来,你这个小沸沸。 姐姐,你先来点啊,我还没上车啊。 好了,咱们走吧。 姐姐,他们追上来了。 OK吧,飞机打下来。 坐好了,弟弟。 快走,弟弟,前面有一个村庄。 这里还是很安全的,咱们在这歇歇吧。 别提花,起走。 要说话,弟弟,外面有人追来了。 怎么这么快,一会也不让我休息啊? 这下该怎么对付他们姐姐? 我想想,你向右看。 密道,姐姐你是说,咱们从密道逃跑。 对,弟弟你先下去,我店后。 姐姐,你在这什么时候准备的密道? 哎呦,你别管了,快进去。 姐姐,你干嘛呀,姐姐。 小安,这通道会直接通往咱们家。 你先走吧,我来跟他们逗一逗。 不要啊,姐姐,我不能没有你,我不想用手啊。 哎,这下该怎么办啊,又剩我一个人了。 这好像直接通到了家门口的下水道,小坤就是在这被嘎的。 到我家了。 好熟悉的场景,感觉我好久没有回来了。 哎,我家解疯了。 一切都没变,难道一直有人在打扫这里? 这还有两瓶冰红茶绿茶。 算了去姐姐的奖励室看看。 哎,你是,大叔。 你终于回来了,我等你好久了,宝宝。 自从上次之后,我就喜欢上了你,你能做我女朋友吗? 不行嘞,我现在是男的,况且我还要为我姐姐报仇。 我来帮你,你先去里面,我去去就来。 真的吗?麻烦你了,所以你为啥要把我关起来? 这不是怕你乱跑吗? 你先自己做个手术,我马上回来。 哎,为了帮姐姐复仇,我忍了。 大叔,你这么这么快回来了。 那当然,不看看我是谁。 好了,该付出你的报酬了。 那我托。 弟弟不要相信他,他是骗子。 姐姐,原来你没。 几个小小的黑衣人怎么可能打得过我? 我把他们全部累趴了,然后我就把他们嘎了。 累,怎么累趴的? 诶,懂得都懂。 费了。 OK,我先去洗掉。 好,新疾病吧。 好,新疾病。 好,新疾病。 你会睡觉到这个小时期待很专注的。 现在就会发生了隔离楼塔状下吧。 好,新疾病吧。